這裡種植了一片朝天礁 有來到豐田車站 豐田車站位在做豐鄉的豐里村 在日治時期這裡曾是日本移民村 所以這裡還有舊豐田神社鳥居 明泉街這裡就是舊神社鳥居 那現在上面是寫著碧蓮寺 路的盡頭就是碧蓮寺 又回到豐田車站 那現在準備走往台九線 然後再從台九線前往今天的終點站 就是光復車站 地下道過來以後就是台九線 那我們就往左往南囉 花縣樹湖 Google原本上面有一個花蓮國旗屋 不過現在看起來是沒有啦 那就再跟著Google的導航 從這邊接回台九線 那前面就是張家韓園 入園可以享有韓服體驗 現在是還沒營業 接下來準備前往零融星光火車站 張家韓園旁邊有這個 山姆先生咖啡館 台九線215K 西口發電廠 看起來像是水力發電 應該有一根這個水管子 從上面到下面 受風溪 那現在這一座橋樑是新豐平大橋 這邊已經來到了鳳林鎮 零融星光車站 下橋以後要左轉囉 照風肯夢 星光照風農場 農場大門的對面 就是零融星光車站 接下來準備前往鳳林校長夢工堂 光復14K 瑞穗30K 這邊有一個南平車站 南平車站附近有這個 風之鄉蜜蜜教育館 遇到環島的 大概走幾天了 第27天 27天喔 預計47天完成 沿著海邊 找了108座的媽祖廟 我走108座媽祖廟 當作目標點 把它串起來 走出台灣的一個媽祖勝路 從哪裡開始出發 白沙屯 從媽祖廟開始出發 現在走了 60座了 60座了 實際上經過的不只108 因為路上一定都會有 所以你是媽祖徒步之旅 對 祈福 為台灣祈福 好來 集長要來拍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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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是台九線222K 那這邊有這個 鳳林公路花園 一個小公園 整理的蠻乾淨的 那這邊剛好是台九線222K 光復路右轉 民生街跟光復路的交叉路口 這裡就是鳳林校長夢工場 這邊都有把它保留下來的一些建築的材料 以前還沒有整修之前的那個屋頂的那個角落 然後這個木頭是給你看它以前用鑽的 沒有用鐵釘都是用鑽的 為什麼叫做校長夢工場 因為鳳林出很多校長 到現在目前為止 一百二十幾位 這個最主要是 本身校長的人提出這個改建文化閒置空間 所以才會叫校長夢工場 你看它閒置空間利用 是廳長官社 對 宿舍有意思 後來變校長宿舍 那邊有五代校長 這是校長交出來的學生 教出來的學生 教出來的學生 總共有五代就對了 對 金字庭它為什麼叫金字庭 因為以前的時代 讀書是不是很艱難 那對那個書籍那邊是不是很珍惜 不像我們現在不要就垃圾堆 只要你寫過字的 或者是有書本不要的 它就 就是在一個金字庭裡面燒掉 就像招金子這樣燒掉 然後每個月 選一天到那個溪流那邊放水流 校長夢工場過來這邊 這邊有這個鳳林公園 那公園內有這個客家文物館 來自可 submariner 野術 接下來前往鳳林火車站 漫城鳳林 鳳林火車站就在前面 晴耿雨毒 台灣第一國際曼城城市 是鳳林鎮 準備前往今天的最後一站 也就是光復車站前進囉 從鳳林車站到光復火車站 大概有11公里的路程 排九線225k 今天的天氣很好 現在的太陽很大 溫度非常高 現在走起來是有一點點的辛苦啦 藝人鍾銳龍軍紀念碑 民國62年10月10號 那拉颱風造成馬太安西提防潰絕 危險萬狀之際奮勇搶救被困之災民 不幸遭洪流沖屍 這裡有這個鳳林油氣區 裡面的腹地還蠻大的 這座橋就是馬太安西橋 過了馬太安西橋 就進入了光復鄉 這裡有光復鄉馬太安公園 這邊是獅子公園 準備進入光復市區囉 還有600公尺就到光復車站了 光復車站右轉 今天就在光復車站結束行程 下次見囉